好 講完了氧化 氧化製程之後呢 要特別介紹一個就是 氧化的過程中 我們前面講過 氧化實際上是 氧分子 然後呢 在二氧化系程裡面擴散 傳遞一直流到 錫表面之後再跟錫做反應 所以氧化的速度 很大一部分 是由 擴散所控制 也就是氧氣磷分子 在GNNC裡面的 傳輸的速度有關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製程 溫度越高 分子可以移動的速度就 越快 二氧化系的生長速度就可以 比較快 而且越高溫所生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它的品質會越好 越高溫的品質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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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高溫生長速度越快 品質也會 越好 高溫比低溫比起來 低溫長得會比較熟悉 高溫會長得比較致命 因為高溫反應比較完全 低溫的話它反應可能比較不完全 那它是氧化系的 那高溫因為化學反應比較劇烈 可以確保它完全反應 深層的是SiO2 而不是SiOX 而X小於2 一般S就叫化學基調要充足 化學基調要充足 這個二氧化系的品質才會好 好 那系的氧化是整個基底電路的過程 基本的製程之一 而 它會拿來當作什麼使用呢 它會拿來當作 第一個 擴散的遮蔽層 早期的 早期半導力原件裡面的摻雜 要摻雜成N型半導力 或摻雜成P型半導力 靠的就是什麼呢 摻雜物吸附在晶圓表面 然後呢再擴散能解進到心情裡面 而你不想要被摻雜到的地方 你就深層的二氧化系層擋住它 所以一般而言 如果想要這裡摻雜在這裡摻雜 我就先長一層厚的二氧化系層 然後呢想要被摻雜的地方 就把二氧化系層吃掉 把這二氧化系層給食喝掉 露出來的地方之後呢 整片拿去摻雜 而在擴散的過程中呢 因為你的摻雜物在絕緣層二氧化系 裡面的擴散速度很慢 所以呢這二氧化系呢 就可以擋住擴散層 摻雜物不會擴散到SICK 它在二氧化系就被擋住了 因為它在二氧化系裡面擴散很慢 可是在SICK裡面擴散得很快 所以被二氧化系擋住的地方 就不會發生摻雜 所以這就稱之為擴散遮蔽層 擴散遮蔽層 擴散遮蔽層 在二氧化系裡面擴散速度非常慢 非常的慢 所以它就不會擴散到SICK裡面 所以這也要做擴散遮蔽層 再來還有什麼呢 離子負質所使用到的遮蔽氧化層 為什麼會使用到遮蔽氧化層呢 離子負質你可以想起的是什麼呢 每一個離子 單一個離子收到這個架層 垂直的打進來 而在垂直打進來的過程中 為什麼需要一些二氧化系層呢 我們在離子負質那個章節目 各位再次介紹 這裡可以跟各位介紹 我們前面講過 系晶圓是單晶的系 代表什麼呢 它原子周期性排列的非常好 那換言之 就會有什麼呢 原子跟原子之間會有空隙嗎 會有空隙嗎 那離子負質的過程中 我將這個離子 打進你的心肌圓表面的時候 它不然剛好打在空隙的地方 而它又周期性的 這一條路都是空隙 那是不小心一次離子負質 就可能離子負質到很深的地方了 這個效果稱之為 全都會引肥 通道效應 離子負質會有通道效應 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離子負質上 給再次各位介紹 總之 離子負質我們是希望 炸進去的離子 盡量可以跟 表面的系原子 產生碰撞 然後停留在我們想要處理 表面的地方 而它如果剛好不小心 剛好達到 都沒有原子的地方 它就會直接的穿下去了 所以故意乘基層二氧化系層 因為長出來的二氧化系層 是一個悲晶狀態 Amorphous 我們用熱氧化長出來的二氧化系層 既然它是Amorphous type 就是悲晶狀態 也就是 它不是規則性的這樣排列 它是悲晶的 換言之離子不只打到它 絕對離子的方向就會開始散射 那就不容易 那散射出來的離子就不容易發生 全都離開了 就不容易剛好 好死不死 我要往前衝 我預計我的衝撞能力 可以撞到第三個位置停下來 我就想要打到第三個位置的勝率 結果我一個離子呢 不小心衝到 欸不小心衝到 衝到空洞的地方 衝過來就直接放後面去 那就不是我要的 我是預期這個離子 可以撞到喜原子 然後停在我要停的勝率 那長成什麼二氧化系層呢 我離子再衝進去的時候呢 我就會先 四周的散射 因為我撞到一層 HOMOPUS LAYER之後呢 我就會 開始撞 我就會 往各種各種地方的方向去動 那就會 避免了CHANEL INVAY 可以避免CHANEL INVAY 可以避免CHANEL INVAY 所以這個就是遮罩 也化成的功能 再來 還有一個就是做 蛋化系的側墊層 在半導體製成當中 蛋化系的機械硬度 比二氧化系的機械硬度來得強 而 先進製成基礎 在 0.25耐滅之後呢 又到一個製成基礎 叫做化學機械研磨 CMD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什麼叫做CMD呢 它其實有化學10顆液 再加上物理10顆 就要用砂紙去抹它 那磨的過程中呢 就會產生破壞了 那總是要有一層浮墨 是怎樣呢 我到底要磨到哪裡 叫做停止 我就需要有一個 CMD的停止層 就是磨到這一層 就停住了 它就會盪住你的摩擦 因為 蛋化系是一個很硬的材料 它磨到蛋化系之後呢 蛋化系就磨不太多 它就停在蛋化系的那一層上面 可是呢 因為在0.25之層 原件跟原件的隔絕 是使用所謂的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STI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是怎麼做呢 它實際上是怎樣呢 它是原件跟原件之間 要ISO 要絕緣 它怎麼絕緣呢 它就是要將原件跟原件中間呢 把它吃凹 吃凹之後呢 填絕緣層進去 那原件跟原件之間呢 就不會營絲短路了 中間就會有一個絕緣層 隔開 就像這樣子 這裡可以做一個原件 這裡可以做一個原件 而原件跟原件之間 有一個 Shadow Change Isolation 有一個淺溝槽 淺溝槽 淺溝槽的Isolation 那這Isolation怎麼形成呢 你會看到它表面還是平凹 它只是要在一個晶圓的中間 挖凹一個深度 然後這深度裡面填它全程 可是要怎麼做到這個符咒呢 它實際上是要怎樣 它實際上是要先將Sicken的表面 先成長一個淡化系 淡化系沉積完之後呢 它要磕凹槽 磕凹槽完之後呢 要填二氧化系 利用CDE 我後面會介紹 未來會介紹CDE 也就是沉積二氧化系層 沉積二氧化系層之後 因為這裡凹下去了嘛 你在沉積的時候 這裡填進去 所以就會出現 高高低低的 不平坦的表面 因為這裡凹下去 你在填的時候呢 它也會這樣子結 所以這裡就變成 不平坦的表面 然後其實就需要 我剛剛講的CMP 磨它 把這根表面 磨到哪裡平處呢 磨到淡化系表面的時候 很好平處 那這時候剛好你們的 表面是平坦的 表面是平坦的 然後再來要把淡化系 利用化學10顆 靠肉磡 10顆掉 就可以露出乾淨的C表面 但是淡化系沒有辦法 不想要直接沉積在C上面 為什麼 因為淡化系本身 它會有無波硬力 也就是說 它的熱膨脹性素 跟CMP差異很大 熱膨脹性素 差異太大 而淡化系沉積在C表面的時候 一旦降到室溫 它會發生拉扯硬力 淡化系 或者是怎樣呢 直接把細原子圓 拉短 那怎麼辦呢 為了舒緩淡化系 對施力層的表面硬力 它故意中間先沉積成薄薄的二氧化系 來當做硬力的管中層 這層就稱之為秤電層 它其實用來做為什麼 均力管中層 所以我在沉積淡化系之前 我怕淡化系對自己的硬力太強 我中間先成長氧化成薄薄的淡化 薄薄的氧化成二氧化系 作為秤電氧化成 然後再沉積淡化系 那淡化系的表面 的金額就不會亂掉 就不會產生斷件 就不會被它拉斷 或是彎曲 然後呢 在10顆 在該圍影製成 10顆出這裡的凹槽 然後填 填二氧化系之後 CNT磨大單化系表面的時候 再利用14時刻幫單化系移除 然後再利用化學時刻 再把表面的二氧化系 這個秤電層可以移除掉 就可以變成一個平坦的表面 當然這裡會凹出 這裡會凸出來 這裡凸出來沒有關係 原件的表面是平坦的比較重要 這裡可以凸出來一點點 這裡可以凸出來一點點 就是這樣 各位看一下 西瓦 西瓦 有一個 小小小的Axolation就像這樣 最高感冒者也會出出來 他就是要 沉積淡化去一點先氧化 氧化之後成績氮化性 然後開黃光10顆 10顆完之後呢 表面就會被10顆掉了 所以表面的聲音其實是很多斷件的 它其實受到損傷了 它有被氛激到它被10顆了 所以你要再把它氧化 把表面損傷的部分給氧化起來 氧化完之後呢變成這樣 氧化完之後可以再填入絕緣層 填入絕緣層之後使用化學機械人物摸 停到氧化性表面停住 然後再用4-4-10顆幫氧化性給剝掉 就可以剝成這樣 就會變成這樣 還有一種二氧化性是用來實現這樣的 二氧化性直接當作長氧化成 所謂的長氧化成主要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隔絕元件跟元件之間 這是最早的技術 最早最早原件跟元件之間的隔絕 就直接用厚的氧化成代理 這是很早期 麥克風等級10吋的molspat 麥克風等級10吋molspat 那時候原件跟元件之間的隔絕 就直接掌入了熱氧化成 然後呢直接把它做原件地區 要製造出電極體的地方呢 把他的氧化者洗得掉 那這裡做一顆電極體 這裡做一顆電極體 所以電極體跟電極體之間的隔絕 直接用上面這個層體氧化成隔絕 這是最早的做法 後來進入到Locos 再來還進入到剛剛講的STI 所以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最早麥克風等級的時候 使用這種產業化成的 接著進入到四圍一代 小一徑麥克風 一直到0.35麥克風的 Technology node 製成接變 用的isolation就是使用這種 叫做Locos 局部氧化 Locos Accentation 簡稱Locos Lo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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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35麥克風的製成 以前的G兄弟 0.35下一個世代是多少 0.35才1.7 就是0.25 0.25之後就是使用STI 這個STI一直使用到兵備之前 0.6428麥克風還是用STI 甚至之後也算是STI 一直用到現在 在0.25之前 0.35的時代使用都是Locos Locos的觀念它的絕緣 就長這樣 它基本上跟長氧化成的想法是一樣的 長氧化成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應該來過 長氧化成是隔絕 原件跟原件之間 可是呢 另外長氧化成的隔絕 隔絕 隔絕一點是什麼 它只隔絕了 系上面隔絕了 可是STI下面呢 是連通的 有沒有發現到 STI下面呢 STI下面呢 是連通的 STI下面呢 那後來發現呢 欸不行 我這裡不可以弄 我這裡是因為希望這裡也可以氧化 使得這裡有個氧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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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上氧化成的地方 不要短絕到 所以怎樣 只要再讓氧化成可以 往下去氧化呢 就發佈了這個Locos的技術 因為後來我們原件發見到 我想要隔絕的是 在系外面下方隔絕 而不是上方 重點是在下方隔絕 所以那形成這樣 下方隔絕 並且在這裡 打一個反派合的離子固執 使得這裡 行成DN教練 DN教練 這裡跟這裡會隔絕 好 那我們先不管這個英文 我就不管這個Locos 它就等於是 不只是上面 系的上面隔絕 連系的下面 它有一屏的後部 就去遠間的遠點之間 那這個怎麼做呢 事實上是想這樣子 先 它需要使用氮化系來定義 哪個地方要被演化 哪個地方要被演化 所以呢 它要沉積氮化系來做 這一個遮蔽層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氮化系直接疊在 系基板上 會產生硬力 會產生段階 會產生關區 所以在成長氮化系 沉積氮化系之前 要先成長一個 氮化系 需要一個引力緩衝層 會氮化系 會氮化系 承載了氮化系之後呢 接再沉積氮化系 來當作引力緩衝層 然後呢 再把 isolation的部分 要被isolation的 承載氮化系的部分呢 把氮化系濕掉 氮化系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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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化系濕掉之後呢 再送進高溫度裡面 氧化 前面講過 氧化是什麼樣的過程 氮 要穿過絕圓層 碰到施力緩的時候 才會被氧化 而且氧化的過程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對不對 而 氮化系會擋住氧 氧 很難穿越氮化系 所以只要有氮化系的厚度狗 氧怎麼跑不下來 所以被氮化系擋住的地方 氧就過不來 沒有被氮化系擋到的地方 氧就會下來 所以這個區域狗的地方 氧就會跑下來 然後氧化就會膨脹 然後呢 氧只要鑽進來之後 他只要一過來 氧的傳輸式 沒有方向性的 他是等向性運動 一旦這個氧 跑到這個角落之後 他可以往側向擴散 他可以往側向擴散 只是側向擴散量比較少 往下擴散量比較多 所以在氧化過程中 不只是這塊會氧化起來 連側邊也會因為氧 往側向擴散 這邊也會有膨脹起來 所以不只是這裡會膨脹 側邊角角也會有膨脹 然後這裡一膨脹 這裡一膨脹 這裡就被抬起來 因為下面就長進氧化成 這塊鏈性通氧化成 就不會變直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通膨脹 然後兩側也通膨 然後再泡化學熱情酸 把氧化吸給 10顆量 然後再把整層 露出氧化氣之後 再泡一些氫酪酸 回時刻一下 把這裡的氧化氣 10顆量 這裡氧化氣 10顆掉之後 然後呢,就會形成這個樣子 就會形成,原件跟原件之間有一個厚的二氧化系 而且這厚的二氧化系呢,在施力層的水平面上跟施力層的水平面下都有二氧化系 就是這樣 這個關鍵節點一直用到0.35μm的製程技術 都是使用這種isolation 的方法 所以isolation 最早期是什麼 直接一種厚的整個二氧化系 時刻出來可以做原件 到後來發現我的isolation不只是在上兩邊 我下兩邊的isolation 於是發展出這個low-force的技術 要氧化,需要高溫 因為這要氧化 然後呢,後來又發現這個 這個技術又不行了 這個技術最大的確定就是這裡 這裡會產生所謂的鳥嘴 burspeak burspeak 鳥嘴 這裡 等向性兩化 就會在lotus的兩側產生所謂的鳥嘴 而這個鳥嘴就會怎樣呢 就會讓你原件的面積變長 面積變長 所以 鳥嘴就能代表什麼呢 原本我的圖案是這個樣子 這個圖案就能上次到這裡 代表什麼呢 我希望原件可以利用的區域是這麼寬 可是你的鳥嘴兩化出來 這一刻又被兩化了 使得我原件最後能做的寬度 就只有這麼寬 代表什麼 我的全狀的地平有這麼多 可是你告訴我 能夠蓋建圖目的地平只剩下這麼一點的 那在原件微小化的過程中 那我會發現到 我損失太多了 這是面積上的討論 當然還有電型上的討論 locos會造成 什麼呢 會造成Nelo-Ris-Effect 這是原件微粵的東西 我就先不講 我只是告訴你 locos在原件在縮小的過程中 會產生未死的效應 變形效應 同時呢 再次成端也可以看到 原件的整個區域的面積就變小了 原本我的面積應該可以這麼大的 來做原件 可是因為locos有瞄準關係 我真的可以做原件的面積是這樣子 越縮小 然後當我一直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這一點點所佔的比例 就算很多了 就變得嚴重了 所以它會影響到尺寸回縮 因為這個鳥準 所以因為鳥準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繼續開發 走到了剛剛講的STI 就走到了STI 因為STI就沒有調整這個問題 但是STI就需要使用到什麼 化學機械原本 所以化學機械原本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呢 點二五製成 在製作STI的時候 就引進了化學機械原本 因為才能夠產生平坦化 因為前面在點三五之前的表面積上 沒有完全平坦化 所以 因為Locos會有瞄準 而且呢 Locos的地方就是局部高低固定 因為上表面的地方 熱烈 因為一旦高溫氧化 它會長得很厚 然後 這個的厚度 會有數千的 Extro 也就是數百nm 會有數百nm 所以這個高溫差很重 或者說這裡的 STI上面 跟我STI表面 這兩個高溫差太嚴重了 在先進半導體製成技術當中呢 我們希望越平坦的表面越好 越平坦的表面 越有利於石刻 跟圍影孤光 圍影孤光這些孤光 會在圍影的章節跟各位講 只是告訴各位 在其他的模組裡面 在做半導體製成的時候 都希望用的是平滑的表面 平坦的表面 平坦的表面 在做製成的時候 是最穩當的 是最穩定的 並且圖案化最漂亮的 一旦你有高低落差的時候 你在做半導體製成的時候 就可能會出現不均勻的問題 會出現均勻度的問題 所以 半導體製成 越來越追求表面平坦光 所以LOCOS 會造成表面高低落差太大 再加上BURSE BIC的影響 所以上.25只有一個氣勢不用 大概只用STI STI之後呢 可以定點鳥捲效應 同時也可以避免什麼呢 LOCOS產生的高低落差太大 用STI就不會 高低落差就不會那麼辣 就不會那麼辣 那還有一種想化成呢 是犧牲想化成什麼呢 當我的心表面被石刻掉的時候呢 我的心在用乾脆石刻的時候 它會破壞了我的心表面 我心表面的頂質或是我的經格就會亂掉 它就不是完美的乾淨 有時候為了移除這個被破壞的表面 我故意讓被破壞的表面氧化起來 被氧化成給包住 因為氧化可以讓自己 就可以讓細的表面往內縮嗎 一氧化之後就可以讓細的 乾淨細的表面往內縮 所以 表面只要被順傷的STI很張 一氧化起來 我再把這個氧化成給使得了 我露出來的新的表面 新的表面其實就是原本系的內部 原本系的內部是排序完美的那一層 而我表面是被damage的 我把damage的地方氧化掉 再把氧化掉的氧化氣吸刻掉 露出來的新表面 它的排列就是好的 所以呢 吸塵氧化成功力就是什麼 如果你的Slick的表面有損傷 有缺陷 我就直接把它氧化起來 那就等於把整個缺陷消耗掉 也就是將有缺陷的Slick的部分 把它給消耗掉 消耗掉之後呢 把它進去 又露出了乾淨的表面 又露出了乾淨的表面 這是犧牲氧化成功 而在所有氧化成裡面 對MOSFAY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雜雞氧化成 MOSFAY最關鍵的氧化成 就是雜雞氧化成 就是MOS中的那個O 阿散 電容的氧化成 這個氧化成功長會是 最高的氧化成 而且是需要品質最高的氧化成 因為它是電競體要操作時候說 使用的氧化成 那就是雜雞氧化成 所以講了這麼多氧化成 什麼 課本列出來 其實 名字很重要 只要知道為什麼 要這樣用 或者是說 二氧化成有哪些用的 很多用的 很多用的 首先最沒有用的是什麼 原生氧化成 稱之為 內皮化成 什麼叫內皮化成 我們大氣中就有氧了吧 我們的呼吸就在呼吸氧氣嘛 你晶圓放在氧圖上 什麼都不去動它 它自然就會產生一層活潑涼化成 只是因為我們的室溫溫度只有二十幾度而已 所以這個氧化成很高 一旦生成了 它不會厚 為什麼 因為溫度太低了 室溫的溫度太低了 後續的氧氛子很難再穿透下去反應了 因為溫度低 它能量太少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產生了 所以人生氧化成就是在 風氣中自然氧化的所生成的氧化成 這個氧化成大約不到兩奈米 15-20A 大約兩奈米以內 很棒 品質很差 因為它伸展的溫度很低 所以它伸展出來的SiO5 其實不是SiO5 是SiOX 而X小於2 也就是它的化學積量不是充足的 它不是一個氫配量的氧 它一個氫配不到量的氧 平均幾乎 所以它的品質很差 再來是什麼呢 遮罩氧化成是禮止不止 為了防止Channel-in-Pay所成長的 好 大約29 那防止擴散就要厚一點囉 因為它是要阻擋擴散 它不是擴散 只是在氧化成裡面擴散的很慢 所以你要擋住這個氧化 擋住這個參達會擴散喔 匯度它很厚 大概5,000個圓重 500Nm 那再來是什麼 長氧化成 就是我們講 最早期的 麥克風等級的時候 圓界跟圓界之間 isolation 大約是500Nm 所以一般 厚 厚大概到500Nm 就叫厚厚 數百Nm 幾千個圓重 做薄薄的角度來講 它也算是厚厚 只需要10到20個Nm 就夠了 100到200Nm 就可以管 差不多一般化系 再來就是什麼呢 犧牲氧化成 其實就是體配量什麼呢 你的表面缺陷有多深 因為你希望把所有的缺陷移除 那就希望 只要有缺陷的地方都被氧化掉 那一般不會太厚 只要有100個Nm 那再來就是長氧 那個雜雞兩化成 雜雞圓層 雜雞圓層很薄喔 只有1.5到12個Nm 基本上都在數十個Nm內 數十到二三十個Nm內 一般阿 如果是現在的電子體 最後最後大概不會超過 大概不會超過3.5個Nm 也就是說連10Nm都不到 大概只有三四幾到四十Nm 現在的晶片 現在的氣體電路 最後最後用到的氧化成 基本上只有7個Nm 連10Nm都不到 所以雜雞氧化成 基本上是小於10Nm 基本上是小於10Nm 那再來就是S7加S 用到的主打氧化成 這個主打氧化成 是當你的凹洞挖下去之後 你要去填低溫的絕緣層 可是低溫絕緣層在成績的時候 你又怕那個絕緣層裡面有雜質 有雜質呢 它一旦不到S7可能很容易 跑到S7裡面 它會汙染你的系 精緣 所以通常就會 故意 氧化一層氧化成 再去填低溫氧化成 來當作 你的汙染物的主打氧 給各位彈一下 給各位彈一下 就這裡 側面雅化成蛋挖系 凹草凹下去 挖下去之後呢 這裡是露出了細表面 同時這裡也被dain 因為在時刻的過程中 會有物理攻擊 後面時刻會講到 有物理攻擊呢 細表面的原子就會亂七八糟 所以呢 這些熱七八糟的 細原子呢 就會造成它可能會 會產生額外的路面 所以我故意把它氧化 這裡一氧化呢 就等於是把那些低肺包起來 同時呢 我會沿低溫絕緣層的時候 在低溫絕緣層裡面 如果不幸出現雜質的話 我也會要避免這個雜質 跑到屍體肯裡面 跑到屍體肯裡面 避免這個EOSG的雜質 跑進來 我這裡故意氧化起來 就當作的阻擋器 使得這個EOSG 就算有一些雜質 不小心的epurity 它也不會走到屍體肯裡面 它會被製成二氧化性 擋住在外面 所以這個二氧化性 就是 阻擋器 阻擋器 阻擋氧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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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氧化成的功能很多種 而且在整個半導體 晶體電路製造技術裡面 很多地方都需要去漲氧化成 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麼多種功能 所以 矽晶也會經歷過非常多的 加熱製成 或是高溫製成 而每一個高溫製成 你只要處理不得到 一旦造成 晶圓 彎曲 變形 它就包廢了 甚至 高溫是一個很可怕的環境 高溫代表了什麼 高溫代表了能力發生化學環境 因為高溫就提供了能量的空間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再有任何不染物 打個噴泥進去 手裡面突然間你吸出了 你 什麼 頭皮穴啊 或者是你流汗啊 或者是什麼呢 你手上有油脂啊 不小心摸到近海 摸到近遠 一旦進到高溫裡面 完不得了了 高溫的化學環境 整天就毀掉了 整個爐管都毀掉了 所以 高溫 高溫度裡面 需要絕對的乾淨 否則 一旦加熱了 加熱會觸使 所有該發生的都會發生 高溫是一個化學環境的 能量來源 一早在高溫的環境 加很多化學環境都會發生 所以 第一個 高溫爐內部自己就要夠乾淨 高溫爐裡面 要內部都要維持乾淨的話 高溫爐就有一個準則是什麼 高溫爐24小時都通著氣體 不管你有在用或沒在用 即使它沒有進行任何加熱製程 它也隨時通著氣體在裡面 避免什麼呢 避免外面 環境中 或是製程區 有任何微粒 跑進爐管裡面 因為你裡面一直沖著氣體 爐管裡面氣體的氣壓 就會比較高 比外面的氣壓高 一旦爐管口一打開來 我前面講過 晶圓要裝載進去 你爐管口要先打開嘛 打開之後 晶圓放在這裡才會關起來嘛 而一打開之後 如果裡面的氣壓 比外面的氣壓低 那就等於空氣會從外面往 爐管裡面 吹進去嘛 對不對 這就變成一個負壓狀態 這是不允許的 所以爐管 只要你插了 你不知道有在使用它 就算沒有在進行製程 它只要在裡面 它就是空的氣體 並讓裡面維持的高壓 跟外建成的一個鎮壓 的相對關係 使得你的爐管口一打開來 裡面的氣體只會往外面衝 不會讓外面的氣體往裡面衝 因為外面你的氣體 可能就會有微粒啊 魂氣微粒 而裡面的氣體是 一直灌進去 純度很高的單氣 純度很高的單氣 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爐管20小時都通得清 來維持爐管乾淨 第二個 什麼要乾淨呢 送進去爐管 或是送進去加溫爐的精緣 要乾淨 你爐管本身乾淨 可是如果送進去的精緣不乾淨 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只要是你的精緣表面有任何污染 都不乾淨 一旦加熱了不得了 它就會損殺整片精緣 或是整個爐管 都會被污染到 所以 所有的加熱製程 所有要進入到高溫爐 或者是快速退口 不管怎樣 只要要進入到加熱製程的精緣 全部都要先激過 只要進入到高溫爐的精緣 全部都要事先經過清洗 確定表面沒有任何的雜質跟污染物 或者是微粒後 才可以進入污染 所以 進高溫爐之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就是清洗 CLEAN 所以CLEAN是辦到臨時程當中 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進高溫爐前 一定要經過CLEAN 經過CLEAN之後 才可以進高溫爐 所以呢 這時候進入大堂 第一個重點 清洗步驟 而整個清洗步驟呢 台灣早期跟一間公司 買了這個技術 進轉來這個技術 才會成為現在的半導體 網路 這個公司叫做RCA 台灣最早去跟美國一間 無先電公司 這間公司叫做RCA 買了這個半導體自能技術之後 台灣就迅速的發展起來 可以說是不對 而 RCA這些公司現在已經消失了 各位看一下 而這道清洗技術就是從RCA那邊 立馬來的 而現在全世界幾乎都是背上這個清洗 SOB 這個清洗步驟就做清洗 所以這個清洗的SOB的步驟 我們稱作為RCA Clean RCA Clean 你看沒有錯過 讓大家看一下 RCA Clean 是一個標準的晶圓清洗動作 是一個標準的晶圓清洗動作 當你的晶圓要經歷過高溫乳 不管是經過氧化 破散或是破破神經 都需要清洗 經過清洗 而這個 這個RCA Clean 當初的發表公司叫做 這個RCA 就是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是這間公司所發展出來的 而那時候台灣有跟他做進裝 把這個技術帶回來 帶回來之後呢 我就發展 很大 我看一下能查到這個技術過程 有種 有種 跑出來這種東西 不要 不要 除了複零新聞 不要 來 財經新聞 它現在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 在台灣半導體界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階段 民國九十年的報紙 的二十五年前是多少 民國四十五年 啊 六十五年 就是 民國六十五年 民國六十 這是九十年之後的報紙 所以二十年前就是民國六十五年的時候 扮演台灣科技發展先鋒的RCA 四十四位受訓成員 代表什麼 台灣派四十四個人去RCA受訓 而這四十四個成員呢 現在都是半導體產業的總經理或農事長 好 然後呢 所以 歸功於當時這裡 具有前瞻吸引光 那科技是誰的水平群嗎 我其實不太緊張了 然後呢 就換來了台灣二十年的工業基礎 相值了投資 而四十四位參與RCA受訓成員 請少數毛學術 或總其他體驗發展 例如早期的 國科匯豪維尼元件實驗室 就是現在的半導體產業中心 那後來改名叫做NDL 就是耐力元件實驗室 豪維尼就是耐力 讓大家看出來吧 豪就是mini meter 維尼是mine meter mine meter mine meter是-648 mine meter是-348 兩個項目就是-948 所以現在改名叫耐力 以前叫豪維尼 又是個名詞的遊戲 所以豪維尼的實驗室 其實就是耐力元件實驗室 還有誰 他沒有講這段歷史 只在講這些人的過程 當初台灣跟RCA的基轉 台灣半導體要發展 總是要先有一個基礎 而這個基礎基礎是跟誰賣的 就是跟RCA買的 所以台灣半導體的 央苗 就是一開始萌芽的基本 央苗基本的土壤就是RCA 跟RCA買了半導體相關技術之後 我們再在這基礎上 再持續的發展 變成現在的台灣半導體 變成世界的台灣半導體強 所以台灣千里之行 始於竹下 是竹下的歧視點 就是RCA的基礎 從RCA基礎之後呢 我們才促成現在的半導體長期 好 所以就知道 RCA很重要 所以我們下禮拜 開始介紹RCA Clean 到底RCA Clean是什麼東西 我們下禮拜介紹 好 我們這禮拜上 時間